全球最大大米出口國印度上個月宣布 為了壓抑國內的米價禁止百米出口 香港米行商會理事長陳建年就表示 香港主要進口較優質的越南和泰國香米 目前供應充足 而印度米出口香港屬於少數 相信不會直接影響整體食米供應和價格 它亦指百米供應價格雖上升超過100美元一噸 但由於進口量低相信對本港影響不大 而現時泰國香米上升40美元一噸 但認為屬於正常的價格波幅 而且進口商至少有一個月的米糧儲備 呼籲市民無需擔心